我们学校的润滑奖服装设计大赛很高兴能够使用湿巾无线图传进行现场直播 因为之前刚开始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就是说在我们就是环境这么恶劣 因为我们现场的一个剧院大概有三千多人 的一个就是场地 以前我们也用过其他的产品 但是那个就基本上达到了那个一千左右的人数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画面丢失 所以说我们这次比赛还特地准备了一个就是直播线 不离防万一 整个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感觉到的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体验 因为基本上我们布置的四个机位 每个机位的一个视频箱都传出特别稳定 当时有出动一个移动机位进行一个 就是场外的一个就是采访 那么我们通过那个 通过那个导播台来看的时候 也感觉到的就是 它的一个信号的一个稳定的强度 减轻了我们很多的一些负担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一个拍摄的环境啊 角度啊 还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就是视频的信号 都能够更好的去展现给 现场的还有我们那个去网络直播的一些观众 能够看到 就是每次的活动里面 我们基本上那个布线大概就要准备 将一个小时从布线到那个侧信号 然后可能如果说有时候那个就是那个接口 接口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在现场重新去把它那个线接头重新焊起来 有了视经无线图传之后呢 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那个就是 完全把传统的线完全丢掉 就直接用我们的一个就是无线图传来去去 那个更快捷的去达到我们的一个直播效果 在整个的使用过程当中呢 就是看到的反正是一个信号特别强的一个 就是那个传输的一个就是视频信号 那么视经无线图传 它就是给我第一感觉就是它的外观吧 就是跟传统的以前以前的一些 我们用过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图传 感觉也是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以前我们通常都是那个两根天线 而且那个就是我们在以前使用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的一些产品都是那个就是一对一 就比如说我一个发射端 然后一个接受端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可能会对我们现场的 一个就是一个机位布置啊 还包括我们那些那个导播的一个环境 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呢就是我们这次使用的那个视经无线图传 它是能够就是一拖四 就是我们四个发射端 一个接受端 那么这样的话大大的节省了 我们很多的一些那个就是场地啊 还包括我们那个一个布置的一个环节 让我们的一个整个直播 相对于以前应该算是更轻松 感谢观伟 感谢观看